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百二十三集的《只要有電影》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按鈴鐺 留言 讚好 分享 追蹤我本人 還有《只要有電影》在Facebook的專頁 跟上兩集一樣 今集都想講一部電影 其實以前講過的 就是第173集的時候 那時候我介紹的是 在亞洲電影節看到的幾部日本片 總共是四部 這部電影就是其中一部 上個星期已經上映了 就叫做《哪個男人》 英文就叫做《Aman》 日文就叫做《阿魯南》 應該就是一個男人的意思 電影上映了差不多一個星期 長次一開始就不多 似乎評論也沒有說是很廣泛的去談論這個電影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聽完這個節目 有興趣的就盡快去看 這部電影的導演就叫做《石川慶》 他的背景也挺有趣的 他是1967年出生 今年應該是55歲 他原來在大學的時候 他在日本東北大學讀的科目是《物理系》 他最初沒有打算做導演 甚至希望讀完之後再繼續選讀《石士學位》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當時是整個日本的筆景器 又或者是他找工作 是當時就業的兵賀期 所以他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工作 所以就打算繼續讀書 他最初選擇是去美國讀 但是因為又太貴 以及不夠錢 所以就看哪裏有些便宜的東西 他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就拍過一些短片 他就發現自己參加了拍短片之後 都對這件事很感興趣 覺得有一種好像上了人的感覺 即是吸了他進去 剛剛他就聽到 原來捷克和波蘭都有電影學校 而相對上高 即是比美國便宜很多 所以他就走了去投考波蘭的 很出名的WUSH 即是樂之電影院電影學校 在那裏一讀就讀五年 其實我理解WUSH的課程 一讀就要讀五年 而且一讀完學位 就是一個碩士學位 我覺得那個制度其實是比較完整的 他讀完之後 即是回來日本之後 拍了幾部短片 正式做導演 他導演的作品 第一部就是 2011年的《愚行錄》 這部電影是香港做過的 那時候已經是幾大的卡士 就是《妻夫目衝》 和《滿島光》主演 這部電影也都 他憑這部電影也開始 得到很多獎 都算是一個成名作 其中包括去威尼斯參加 Horizon 所謂的新水平線 那個項目的競賽 另外 日本的藍絲帶獎 就是十大之一 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報支獎 報支其實是一個 報支新聞社舉辦的 電影獎項 每年都舉辦的 還有那個獎項比較出名 因為他第一輪 那個投票和選出來的 入圍名單 十部片的入圍名單 就是由讀者 或者觀眾選出來的 另外再加上 他選委委員的一個人 組成的一個投票機制 然後再選不同的個別獎 石川慶在那部電影中 得到最佳新導演獎 十大電影中 排第四名 接著他拍了 2019年的一部叫做 《蜜風與怨雷》 2018年 他拍了一部電視劇集 叫做《無罪之入》 《無罪之日》 其實都是《妻夫木聰》主演 所以他應該挺喜歡 《妻夫木聰》這個演員 因為去到那男人 已經是第三次合作 另外他在2019年 都拍了一部叫做 《十年日本》 就是日本版的十年其中的一段 這個《那男人》之前 2021年 他還有另一部電視劇 叫做《玄壺》 《壺形的壺》 《壺形的壺》 就是括號的壺 英文叫做《ARC》 我這次也看回《愚行錄》 我初以為好像沒有看過 但原來我也有看過 看的時候 陸陸陸陸陸陸的回憶都回來了 再對比《那男人》 其實兩個電影是有幾多相似的地方 我可以首先講一下 為什麼我會喜歡這個電影 喜歡這個電影 第一是風格 我覺得 《石川慶》 相對《愚行錄》 我可以首先比較這兩個電影 然後看看《那男人》 《石川慶》的進步 首先兩個電影相似的地方 就是類型和題材都相似 《愚行錄》 基本上是比較傳統的一個推理劇 就是這個類型 就是講妻夫木聰飾演的一個記者 一個比較善情 比較八卦的周刊記者 在一件滅門的兇殺案 一年之後 他主動提議再去調查這件兇殺案 兇殺案的犧牲者 就是一個被視為 差不多是圓滿地幸福的一個中產家庭 甚至那個中產是比較傾向富裕的 很年輕的一對夫婦 和他的子女 那個老公是做一些管理層的 Young Executive 老婆做家庭主婦 兩個都是大學畢業 名校畢業的 所以妻夫木聰就著手去調查 重新再訪問過這些人 特別是大學時期的好朋友 發現大家對這對夫婦的看法都不同 也陸續發現了很多所謂的內幕 這對夫婦木聰 他本身有個妹妹 但是這個妹妹現在坐在牢 就因為她未婚大了 而且因為疏忽照顧 那個小孩被警方控告她弱儀 甚至這個小孩都處於一個危險時期 整個故事是怎樣 那偵察出來的內幕真相是甚麼呢 原來就是這班所謂的大學出身 其實都是一些精英的分子 無論他們家庭背景 都是很富貴 另外也是名校出身 一直屬於精英的階層 畢業之後各自發展得很好 表面上好像相安無事 但實際上從大學開始 已經是互相勾心鬥角 已經是互相充滿了疾度 很多潛藏的行意 一些這樣的心理在裡面 另外由於他們是精英階級 所以他們的階級意識是相當強烈的 真真正的twist 原來就是滿渡光 即是棲夫木聰的妹妹 後來其實都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 她是屬於一個比較低層的家庭 但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 很努力地 就考入了這間著名的學府 就黏在這班精英分子 最初她是盡量覺得自己 希望有一種飛上枝頭變鳳凰 或者是保持一個比較純粹的樣貌 或者是一種艷善的眼光 我覺得這班同學 特別是其中一個女同學 就是後來那個死者 就好像很看重自己 就是很樂於跟自己交朋友 但是轉到來 這個女仔 就是這個表面上 好像很友善的女同學 原來就是 只不過是把她視為一個換物 就是把她安排給其他的男同學 就是玩來玩去 所以也導致滿渡光後來一個很不平衡的心理 然後就是揭示原來 所以妻夫木聰和滿渡光 自小都是受父親的靈藥 甚至父親是有性侵的妹 後來她們擺脫了父親之後 她發誓都要保護妹 但是這個惡夢就開始了 就是原來她最後跟妹 都有一個亂倫的關係 就是說現在所謂受落的疏 Stelle 就說那些十足由小孩 其實也就是她們亂倫生出來的寶寶 到最後這個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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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我們Seer 高等學府的這群精英 所以他決心是透過自己記者的身份調查 挖掘到真相之後 其實就是將其他牽涉在內的精英分子 都逐一謀殺 是一個相當暗的故事 類似推理的類型 透過一個這樣的模式 是去探討所謂日本現在的高度經濟爆破之下 的種種社會的問題 這個類型其實是很普遍的 例如李襄逸的片《No》之類 其實都是這樣的 看過很多部份都是這樣的 我覺得尤其是今天看起來 因為有這麼多部的雙類題材 中間包括了欺凌 亂倫 家暴 詐騙 謀殺等的元素 其實真的有些變成了一種 Cliché 一種陳康藍調的 你說余幸錄好沒有呢 我都覺得作為一個新導演 他有一個好處是因為那個戲都蠻複雜的 人物是很多的 我覺得他在交代方面 層次有結構其實都算是清晰的 還有一路一路逐層逐層剝下來 就是那個抽屍剝簡 讓我們到最後發現的真相 都有一種戲劇的力量 但是嚴格來說 戲很多人都在記憶之中 評價都很高 我真的有看過 但完全沒有印象 所以我這次看 都因為那個男人 所以都有一些期望 但我覺得相對上來講 因為那個題材 因為那個類型 所以我覺得普通 但是如果你跟那個男人一起看 我就覺得相當有趣 那個男人是說什麼的 那個男人其實都是一種推理的形式 但不太是一件所謂的謀殺案件 他透過這個推理揭露的真相 都是一種社會某種的現象 但就不像我剛才所說的 《愚行錄》裏面 一些經濟爆破底下 一些社會不公義的現象 但相近的都是針對其中一部分的內容 都是針對一些社會的中上階層 一些所謂的階級分子 那電影開得很好 特別是頭半小時 其實他就是講一個小鎮裏面 如果大家看173集 其實我裏面也有些說錯了 因為第一次看 有些資訊是錯了 譬如我那次講的就是安藤英 在小鎮裏面有一個文具店 開文具店的老闆娘 我說他是一個寡婦 其實他不是一個寡婦 其實他是一個離婚 帶著一個兒子的一個女人 他嫁去橫濱的 但是因為他的爸爸就是這個文具店的老闆 他的爸爸死了就剩下他媽 所以他就帶著兒子 回來幫忙打理這個文具店 在這個文具店 他經常看到有一個年輕人 應該年紀上高的樣子比他小一點 經常見到一個很沉默寡言 很木栗的年輕人 就來買東西 就經常買一些畫筆 或者是一些sketch book 後來這個男生也鼓起勇氣 向他表白 你可不可以做我的朋友 甚至給他一些畫給他看 畫裡面也是很無獨有偶地 是畫到他的兒子在河邊 一些遊玩的情況 畫一些畫相當不錯 跟著他們又交往 交往之後結成夫婦 很快在他們第一次見面 在餐廳吃東西 然後那個男生對安騰英的過去 表達到一個很大的關懷 但比較有趣的是 他們在車上高 安騰英主動去疼這個男生 這個男生的演員名叫做 娃田靜孝 我覺得他演得相當好 這個男生本來想進一步 跟他再親熱 但突然間似乎有點窒息 呼吸一時接不上來 而且很辛苦 安騰英主動去安慰他 但一切後他們已經結婚 而且已經經過了四年 兒子也大 開始讀初中 然後還生了一個女兒 三歲大 一個很幸福的生活 那個男生本身 這麼多年以來 其實他來到小鎮的時候 做了一個佛木的工人 在山頂的 在樹林裡幫忙佛木 但是很快就出現了意外 被大樹摘死了 這個推動就是在三十分鐘之後 三十分鐘之後就是他一年的 這個制製的時候 突然間男生的大腦就出現了 原來這個男生的大腦 就是兩兄弟之間 已經有好幾年沒有聯絡過 而且那個男生是谷口大友 那個男生一早就離家出走 離家出走的原因就是他很不喜歡家 因為家經營一個溫泉的旅館 而且在大腦接手之下 生意就延長得很快 他根本很討厭自己的一個 所謂的富家出身 一直追求自己的一些比較獨立 和很低調的生活 那就離家出走 大腦也不知道 後來不知為何就聽到 原來他離了這個小鎮已經死了 應該是安藤英主動聯絡他們 因為主要就是要安裝他的墓地 誰知才發現原來那個人 因為日本人家裡會有一個靈位 有張相片 大佬去拜祭的時候 就發現 為什麼沒有了弟弟的相片 安藤英主動聯絡 就說不 弟弟就在這裡 來回幾次之後 原來發現那個弟弟 原來想中的人 根本不是這個人的弟弟 不是姓谷厚的 也不知道是一個什麼的人 然後安藤英主動聯絡 原來我這麼多年來 我愛的人和我嫁的老公 根本是一個NOBODY 身份是完全神秘的 結果這件事件就由一個 幫他們處理保險的一個律師 就是由妻夫木聰飾演的這個人 就是幫他進行這個調查 他們口中就稱呼這個神秘的丈夫 叫做Mr.X 首先就是Mr.X是什麼人 第二就是這個谷口大佑 這個弟弟去了哪裡 到底是否Mr.X殺了谷口大佑 拿了他的身份 還是兩個人為何會交換身份 有沒有交換到 如果沒有死的話 那谷口大佑現在在哪裡 這些一連串的謎 就是這個戲的重點 所以這個戲也有一點像推理 但它又不是一件命案 當然在推理那裡 其實是有所謂案中案 因為發現原來這種交換身份 或者人間蒸發 其實人間蒸發在日本也很流行 很久都已經很流行 但是最近似乎發展成為一種交換身份 原來甚至是某一種黑幫黑市的交易 甚至有中介人 即是有人作為一個人 是安排你們兩個人互相交換身份 亦都是因為有這樣的案件 就去到監獄 去找一個中介人 這個中介人是由丙本明 即是一個很老資格的甘草演員 是飾演的 有一點像沉默的羔羊 然後透過這個人所披露的資訊 慢慢逐步逐步 就被他發現 谷口大友原來還未死 躲在大阪裡面 挺有趣的就是谷口大友 就是由喜劇開場裡面其中一個演員 就是叫做縱野大賀 是客串飾演的 很小器而已 就是一兩個鏡頭而已 結果就是真相大白 但是這個Mr.X是什麼人 原來Mr.X的背景就是 他很小時候他父親已經犯了殺人罪 他甚至是目睹整個凶案的現場 也目睹他父親被抓了 自此他背負著一個標籤 就是一個殺人犯之子 而這件事令他整個成長的過程 甚至是長大了之後 都是一個好像十字架 亦都是因為小鎮 所以每個人都知道他的身份 所以他好像做什麼都做不到 甚至他有一度就試過做權師 亦都是成為一個最Promising 的一個新人的權師 甚至可以打到一些這樣的大賽 但是到最後他都沒有辦法 是可以擺脫這個身份的包袱 到最後林鎮是退屬的 是退出了這個大賽 他跟一些女性的關係 往往是去到 他跟他上床的時候 有一次他看到自己的樣子 他之前有交代 每一次他看到自己的樣子 就像看到自己的父親一樣 每一次他去到這個關鍵的關頭 他都放棄了 他都失敗了 所以戲一開始 其實他就是一路周圍走 周圍走 就去到這個小鎮 想不到被他遇上了 他真是相愛的一個人 過了一段很短促 但是肯定是他一生之中 最放鬆 和最幸福的一段生活 那戲是說什麼 原來戲還有一個層次 就是講妻夫木聰 周圍昌師兄的個性 不是單單是一個穿針引線 一個查案的律師 而到最後發現 揭露他本身是一個韓裔人 但是他是第三代 在日本的韓裔人 所以他已經歸了一席 但是他這件事 一直是不想人知道 他沒有刻意隱瞞 但是他從來不會告訴別人 現在他娶了 他娶了一個有錢女 他沒有特別說他是入罪的 但是很明顯 這個女兒 即是他的外父外母 其實可能在他們交往的過程 都對妻夫木聰 這個韓罪的身份 是有一點阻滯的 但是現在又接受了他的 但是這個外父其實是一個相當強的種族主義者 不時就在范卓那裏 都在批評這些外來的疑客 即是說他們搶奪了日本人的福利 其實他一直都是刻意去隱瞞這件事 甚至他在言行上高 是做得比日本人更日本的 你知道日本人那種多例 差不多去到一種婆媽 連他的助手拍檔 都看不過眼 都有叫他快點搞吧 不用理他 爽快點 所以他裏面也有一場戲 他看新聞 看到日本人很公開地去遊行 示威 去反對一些外國的移民 包括特別是韓國人 所以這個戲當然是一個身份的問題 一方面日本人就努力去逃避 去隱瞞 或者去掩藏他原本的身份 無論是他的身份正上高的名字 他的出生 或者是他的家庭的背景 甚至是他的身份 甚至是他的身份 帶給他們的所謂的緣罪 所以就跟妻夫目衝很接近 也解釋了為何妻夫目衝 對這件案件那麼上心 他最初是不知道的 甚至回到家 都經常被這件案情 擁有他的心情 所以他一直很主動地 不斷去追查 去到水落石出的時候 本人已經結束了所有的事情 他以為可以回到一個平淡的生活 但在那個時刻 他有一個轉折 這當然是劇透 也說了很多次 我的評論一定有劇透 所以很希望大家看了一部電影 才回來聽我的評論 但無論如何 就是到拉美那個twist是什麼呢 那個twist就是 他想再歸於平淡 重新到每一日的平淡的生活 他才發現 他老婆原來是出軌 他一直不知道 一直被老婆欺騙 欺騙這個元素 也是在戲裏 就是因為要隱藏這個身份 所以大家都有很多秘密 但他沒有想到 原來他太太出軌 發生在他身上 最後的結局是什麼 最後的結局是 我覺得是 一聲有一個jump 這個jump 結局是呼應開始的第一場 其實是兩場戲他分戰的 第一個鏡頭是什麼 第一個鏡頭就是一個畫面 拍攝著一幅畫 這幅畫是一個很出名的 超現實主義的畫家 叫做Renee Magritte 在1937年的一個很出名的畫作 大家一定會見過的 就是叫做禁止複製 就是Forbidden to be reproduced 這個畫作是怎樣 就是看到畫裡面 就是有一個男人 看著一塊鏡裡面的自己 但他看到的就是他的背影 which is 當然是不合邏輯 但你說怎麼知道那個畫裡面 鏡裡面可能是另一個人 不是鏡 雖然他看到鏡框 但其實他很聰明地 在畫的右角 他就放了一本書 是一本美國的恐怖小說 Edgar Allen Poe的一本書 這本書在鏡子裡 反應是合乎邏輯的 剛剛倒轉了 所以一幅畫 根本沒有可能 看鏡子裡的人 跟你一樣是背景 你始終都看不到這個人的正面 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當然 cái畫和戲 是很吻合因為ケnov的故事 兩人是看不到他的正面 是看不到他的真身 看不到她的真樣 所謂的真相 到最後 原來 西虎穆聰發現 她原來的老婆是出軌 而她一直很困擾 掩瞞她的真實身份 一聲氣 她沒有解釋說是隔了多少年 而她就回到這個酒吧 說西虎穆聰在酒吧背對著觀眾 就是跟另一個陌生人 在酒吧搭散儀式的一個中年男人 兩個人在聊天 那個男人問西虎穆聰做什麼 西虎穆聰透露自己 我家是開溫泉的 溫泉酒店 但是現在是做佛木工人 沒有說是工人 總是從事佛木 解釋給她聽 通常樹木有50歲的年齡 樹齡的時候就會斬 因為斬了這些樹木 用來再造木材 再造木的家具等等 就可以再絕對50年 就是去解釋自己的工作 然後那個男人再問她 你有沒有子女 她說有 我有兩個 一個是四歲 一個是十三歲 這兩個年齡就是她的職業等等 甚至她開溫泉旅館 就是谷口大佑 和後來冒充了她的身份 這個花田政孝 即飾演這個丈夫 兩個人的混合 就是其實是花田政孝 去冒充谷口大佑 那時候的身份 那她問是否 棲口沐沖 原來娶了安藤英 她沒有交代 然後她離開的時候 就看到棲口沐沖 看到這幅畫 結果是三個男人的背景 就在這個畫面出現 然後那個男人跟她交換剪片 我給她一個剪片 那棲風沐沖又說我沒有卡片 我叫 我的名字是叫 這樣就斷了 她也沒有證實 她將自己變成一個新的谷口大佑 但是她對陌生人透露的資料 其實就是 第二個谷口大佑 當然這個你都可以說有少許故弄懸虛 我覺得 但是就很有趣 換句話說 她其實是讓我們看到 原來杜拉美 棲口沐沖 無論怎樣也好 她都是 採用了另外一個相同 不是另外一個 而是一個相同的方法 一個方法 就是她都去adopt了一個新的身份 她作為律師 這個身份 好像她就放棄了 她都很似乎是搬到這個小鎮裏面 是不是同樣一個小鎮 我們都不知道 那這個就是整個戲的一個 要說的東西 那兩個戲 不單是推理的部分是接近 另外我覺得是 特別是 我不能說她仇富 但是很明顯 她是對這個 一個日本的上層社會 所謂 那個是有一個批判在 甚至是有一個反感的情緒在 因為在 那一個男人裏面 那個哥 谷口公一 就是那個哥 是一個很醜陋的面孔的人 一直都是為了自己的家底 為了自己的生意擴張 相當沾沾自喜 而且完全是覺得 那個弟弟很不生性 很反叛 而且是帶給自己的家族 一些不榮譽的聲明 就是這樣 那就是一個很不體諒 甚至是對安藤英這個家 是產生了很多懷疑 覺得她是不是因為 就是因為我弟弟有錢 那你就嫁 但是定義說 其實你是串謀 就是和這個男人串謀 就是已經是 我的弟弟被你的老公殺死了等等 是很多出言不詩的 這樣的說話 有一次甚至令到 一向很脾氣 甚至是極力壓抑自己的脾氣 的妻夫目充 就勃然大怒 那這個是很接近 但是 但是從整個導演的手法 鋪陳 細節 甚至描寫裡面的感情 很真摯的感情 我覺得 亦都是比這個余幸錄 是好了很多 或者我都需要再花一點時間 在下一集再講一講 這些很細緻的感情位